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前提 就是王博荣必须要打得非常好 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表现越来越好 帮这个球队还有帮自己都争取荣誉 不过接下来这个画面 可能大家说 哇 这种组合很久没有看过了 还是第一次看到 对 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王健民对陈金峰 野貌英雄对杨戴刚 到底打得怎么样 我们带你到新装棒球场来看看 像中野貌英雄124公里的直球 咱们独卖巨人队的大炮 油带港打个表演赛 居然就在日本名将面前 敲了一发 洪布拉 潇洒地绕过三个雷包 让参加轻棒训练营的小将们 大开眼界 在一个半局前 还有更猛的 台湾两大天王王健民对决 陈金峰虽然一开始 健在连投三个败仇 不过接下来 陈金峰打在一二类中间 王健民下投手车 不畏一擂 让他们封炮 打成滚地球出局 十日的滚地球往死 果真不是拉口虚名 而值得注意的是 健在对上第三棒增传身时 还标出147公里的快速球 真是劳当益壮 对 我是很强的 我是觉得 可能会打不到 因为也很久没有站在打 有看到147 可是那好像是插榜 看到学长会紧张 不晓到什么控球 将近一年半 没以先发投手身份 站上投手球 投球感觉人在摸索 不过相比之下 还是现役球员的杨奈刚 可是毫不胜疏 其实我在一个礼拜前 就在做准备了 第二位是一天辈 然后真的 我觉得今天准备有做准备 不过居然是训练营 哪位导师 又是学员们心目中的 乱巴旺 王健民吧 不行 因为就是 因为我比较向往 就美国那边 健民成败 为什么 因为童谣也是投手 我想在他身上 学习到更多一些 关于投手的东西 我也想去 大联盟挑战 累积八年大联盟资历的王健民 还是轻放学员 青睐的指标导师 可见不没这条路 还是小球员们的心之所向 应对多难四天 但能够被这些传奇人物 亲手传授 锦囊妙计 真的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 曾经拥有 男女主委留言区 王秀伟 邓薇 新粉丝 报告 刚刚看到真的是经典画面 不过接下来这个画面 让人看来觉得有点不高兴 怎么会这么没有运动家精神 这场比赛在曼联队兵工厂的比赛 当时你看到的画面 就是曼联的中场费来尼 他在一次想要拼抢的时候 居然直接伸出手去扯人家的头发 而被扯的这个人 其实就是兵工厂的小将 他的名字叫做古恩多姿 你看当时他被扯了之后 他是直接整个人滑倒在地板上 那当然现在球迷 开始有一些抱怨的声音出现 认为这个球员应该是要被禁赛 因为真的太脏太脏了 当然现在球团方面 以及联盟方面都还没有祭出成熟 但未来会被祭出成熟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希望他不是恶意的 可是这个画面看起来 好像真的是有点故意的 不过接下来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五大好球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大好球时间 这礼拜要端什么菜呢 首先第五名 来看看一秒拆炸弹的 Contabius Coldwell Code 只要Lebron最后一秒才给的球 还是顺利投进Buzzle Beater Lebron all the way Dishes KCP in the buzzer 第四名 Ethan B. Davis 双方脚长还被以为是天下第一接班人的他 最有把球丢钩 把球点进 就是我的工作啊 D Davis has such a great connection off that pick and roll to throw the lob right over Mantra 第三名 Yannis Antetokounmpo 当敌军侵犯米尔瓦基领空 身为同样手长脚长的代表 就是要请敌军吃希腊麻辣锅 就飞到三层楼高的地方 把人家的球电巴掌打到平边 拉近点看 当对方在禁区飞到二楼 字幕哥就是有办法伸吵手臂 第二名 我们还是要把这奖项给Yannis Antetokounmpo 但绝对不是因为偷懒哦 而是来看看补顶位置 简单挡拆之后加速灌篮 这就算川普赛多该八百道大墙 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希腊怪物翻越大墙 仔细看灌篮过程间 还把人家的手给撤下来 终于来了第一名 被比喻为联盟最被依辜的空位 Mike Coley 示范一下什么叫做 没有极限的臭天小炮头 他比喻为联盟最被选择 他比喻为联盟最被选择 哇 以上分钟 大好球